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家瑶 我的专业是汉唐考古 因为按考古学如果按着有无文字来说 主要分两大块 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 我们汉唐考古学是属于历史考古学的 原来在行业里有一句话是叫做 古不考三代以后 也就是考古不考夏商周之后 所以历史考古学起步稍微晚一些 中国考古学现在刚刚走过了100周年的纪念 因为中国考古学是以1921年10月 在河南勉持杨绍村发掘的新时期遗址 作为中国考古学的起点 历史考古学起步比史前考古学要晚一些 因为大家说是古不考三代以后 是因为觉得三代以后有文字记录了 有文献了 好像考古就不那么重要了 实际上这个看法是很片面的 因为中国虽然有历史记载了 但是记载的多是政治史的记载 比如最著名的24史主要是历史上的一些政治的大事 改朝换代的这些事情 但是真正的想了解历史的真实面貌 光靠文献是不够的 所以中国的历史考古学 正好可以补充历史 验证历史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西安是我工作的一个重点 因为西安是十三朝的孤独 尤其在隋朝和唐朝 所以隋唐的时期的很多的遗迹 都在现在的西安可以找到 在西安我们主要是做城市的遗志 因为一个都城 就是那个朝代里头的政治文化的一个中心 所以历代的学者对都城都是非常感兴趣的 而且西安这个都城 长安城影响就更大 影响的宋元明清 一直到我们北京的 它都直接的有影响过来 而且它对东边 对我们当时的渤海国 像朝鲜半岛的新罗 还有日本的平城奈良时期 都有很深远的影响 所以他们的都城 也都是我们的都城的一个缩小版 所以不但是国内的学者对于隋唐长安城感兴趣 一直到国外的学者对隋唐长安城也都非常感兴趣 所以我的研究发觉就是在隋唐长安城 主要做了有大明宫的一些重要的遗志 也对长安城的 比如说很重要的皇帝祭天的天坛的遗志 元秋遗志进行过发掘 隋唐时期是佛教非常兴盛的时期 这时候长安的寺院大概就有200多座 现在留下的只是大雁塔小雁塔 其实当时有200多座 而且最主要的皇家寺院里头 有西明寺 我做了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对于历史来说 是有所补充 有所更正的一些大家 一些错误的观念 考古是一个不断有所发现 不断给人惊喜的这么一个学科 所以做这个工作艰苦 虽然艰苦 但是因为不断的有新的发现出现 所以也是感到很幸福的一个工作 我怎么走上考古之路的呢 这个又是个比较长的话题了 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 文理分科的时候 我选的是理工科 但是正好66年 我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所以我的学业就中断了 中断之后呢 我在北大荒呢 待了五年之后呢 从北大荒呢 又到了西北 甘肃定西 隆西县 在一个三线工厂 来教中小学生常办的学校 一直到文化革命一结束的时候 77年开始高考 重新招生的时候呢 我就很想继续我的学业 能够继续来学一门专场 为国家服务 但是当时呢 因为我们学校的校长呢 就说你考什么大学 我们就一直把你当大学生用着呢 你还考什么大学 你要考就考研究生吧 这也激了我一笑 后来我想要考研究生也成了 但是呢 我因为理工科已经放了 有十年了 在考理工科可能比较困难了 正好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当时招收研究生 我就想走一个捷径 因为我父亲就是考古学家 所以家里的书也比较多 所以我就报了这个中国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的研究生院的研究生 走上了考古之路 今天我们就暂时聊在这 同学们先再见 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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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北